大家好,我是小妍 今天用浑香苗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如果当成早餐的话,几分钟就上桌 做法简单又快速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洗干净的浑香苗晾干上面的水分 然后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小段 切好以后先放进盆里 向里面放入一小勺食盐 再打入三颗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先备用 根据家里的人士准备适量的手抓饼 这个是在超市买的现成的 电瓶铛预热刷油 把解冻好的手抓饼放入电瓶铛 盖上盖子焖上一分钟左右 底面已经定型了 现在将它翻一个面 翻过面来就可以把浑香苗放入上面 然后均匀的摊开 现在可以改成中火 盖上盖子焖三分钟左右 时间到之后就打开盖子 现在的浑香苗比较嫩 基本上焖上三分钟就可以熟了 鸡蛋也凝固了 底面的手抓饼也变得焦黄酥脆了 现在将它对折 可以进行按压一下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为了方便使用 可以从中间切开 切成小块 浑香苗这样做也不会掉馅儿 而且外皮焦香酥脆 里面满满的馅料 放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如果作为早餐非常的快速 做法也很简单 几分钟就可以上桌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谢谢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